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你的专属护卫 元宇听安伯德里这么一说 心底葡萄汹涌 表情却还是一片木然 康崔卡特向国王鞠躬 又向元宇夸张的行李 蓝色眼睛里满是嘲讽 元宇殿下 以后请多指教 这个声音和这个眼神 让元宇想起在清晨的迷雾森林边 萤花骑士团营帐旁 几名骑士一听到他和克纳丁大将军要进到迷雾森林里时 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其中一位宗法碧眼的男子在另一名胖骑士旁窃窃私语 而过了几天 莉莉安就到迷雾森林里来找他 他想到这里 对安伯德里屈膝行了个礼 谢谢父王又指派一名护卫给我 我想就直接把卡特先生归在卢纳的麾下吧 安伯德里皱眉 卢纳已经被暂停护卫职务 他得要在王宫里至少服役两年 父王 要不然在卢纳暂停职务的期间 先把乌拉德调回来 占待护卫的职责吧 乌拉德在边境执行秘密任务 短期内无法回来 那么 请您还是让卢纳当我的护卫吧 毕竟她跟着我二十几年 还陪我到玄建国 为我阻挡重重的难关 也说服公主进行危险任务吗 卢纳克尽职守 绝对不会让我射入险境 她有没有劝阻你去另一个世界 有 你离开玄建国后 她是不是陪着你进入迷雾森林 那是因为我要求 回答我是或不是 是 你从玄建国回来后 卢纳有没有让你滞留在圣特雷 我们只是暂时待在那里 直接回答我 公主总是帮护卫说话 成何体统 那我这么问你 帮你找到我母后的宝盒 让你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就是卢纳吧 父王 卢纳没有权利指使我 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 那个宝盒就是你最珍贵的宝物吧 是 圆宇看到安博德里的嘴角微微上扬 仓促住了口 直到大势已去 哼 你现在把宝盒交出来 我就让卢纳继续当你的护卫 圆宇干涩地开口 宝盒现在不在我身旁 我可也暂时没有办法到另一个世界去 父王 卢纳的子女还小 请您至少让他在圣特雷任职 这你别担心 雷可夫人形式果决 卢纳的弟弟莫科 克雷佛子爵一家人也在家乡 而卢纳过去两三年不回去 两个孩子也过得好好的 父王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把卢纳掉到更远的地方去 圆宇咬牙 看安博德里缓缓站了起来 又补了一句 哼 我忘了跟你说 瑞刚那孩子写信告诉我 你掉了一个宝盒 他会在你生日前亲自送达 这样就算完成你们的约定了 接下来就可以订婚期 我说过 我跟精灵王子约好了 以后别再提起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安博德里喝斥 当年母后传承给你的不切实际 就到此为止 康翠 康翠一听 马上转身 恭敬地向国王鞠躬 你以后就和小公主的六个护卫 轮流看守大公主 无事不得出城 是 属下增旨 安博德里 甩树下增旨 蜘蛮 蜘蛛 闻蜜王后再次露出 淵宇熟悉的紧张笑容 畏畏則 畏畏畏畏畏畏畏的说 淵宇 父王真的很欣赏你昨天的表现 你要相信 不管父王有什么决定 都是为你好 淵宇低头反驳 父王是为自己好 当他在抬头时 母后也离开了 倒是康翠还站在一旁 淵宇殿下 请让我护送您回去吧 淵宇转头看她 浅浅一笑 嗯,你刚从银花骑士团来到王宫也辛苦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殿下,我怎么能够违背古王陛下的旨意呢 渊宇没有回答,直接快步走出议事厅 康崔的步伐不乱,紧跟着他,还在嬉皮笑脸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也没有必要喜欢我 我还比较想要服侍莉莉安小公主,而不是您 渊宇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说 康崔,你想在我手下做事,就要分辨什么话该说,什么话又不该说 你只要负责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就好,不需要多说什么 是 康崔虽然这么硬道,脸上却还是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 渊宇穿过重重侍卫看守的长廊 把康崔关在房门外,拴上门 才重重松了一口气 银花骑士团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他根本是纳布丽丝版的墨衣吧 静正午的阳光被窗帘挡在外头 让房间里显得有点黑暗且寒冷 他犹豫着要不要碰触脖子上的翅膀练缀 确认卢娜状况 但门外有康崔 为他瞻前顾后的卢娜又被关了起来 而他等的消息也还没到 这一切都让他焦躁不安 只能抱起一旁的抱枕 不弄上头小时候练习的立体刺绣鸢尾花 他看花瓣凌乱,配色刺眼 想起自己曾跟佩琼斯老王后撒娇说 怎么没遗传到奶奶半点的刺绣天分 要是奶奶还在 父王是不是就比较会理解我呢 房里静悄悄的 就只有他的声音 如果我有魔法 就可以自由自在去那个世界 把秦湾仙子带回所卧城 也可以跟丹颖见面 他停了下来 苦笑摇头 我在想什么 这样不就直接逃避了公主的职责了吗 我可以帮您实现愿望 隐隐约约的 有个从空中传过来的声音 回复渊语 谁在说话 渊语丢下抱枕 颤抖地站起身来 布置典雅的房间里 还是只有他一人 但那个声音却变得苍老 用他熟悉的语调又说 那声音没有回答 一道金色大门 却突然出现在渊语面前 门飞一开 白光一闪 丹颖的声音浮现在门里 他站在高塔边长须短叹 渊语 你过得好不好 丹颖 渊语往前走了一步 那声音就更温柔地说 没错 你日夜思念的精灵王子 在那头等你 啊 你得抓紧时间 赶快过去 不然啊 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 它终究会被你抛在时间之后 奶奶 穿过那道门后 我还可以回来吗 哦 可以啊 奶奶啊 一直都知道 言语和努力 来 穿过那道大门 实现你的愿望吧 虽然那声音逐渐变直 眼前的丹颖也不断叹气 重复说着同一句话 但在话语的引导下 远语却觉得每件事都很合理 只是专注地跟着一道道点亮的冰蓝色光云 往大门那走 就在他要跨过门槛的时候 却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看房间 怎么了 快进去啊 元语摇摇头 如果可以 我希望可以带卢娜一起过去 我相信魔法师先生 一定有办法再送我们回来 快过去 幸福未来了 你还有时间管其他人吗 不行 卢娜不只是我的护卫 更像是我的家人 我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你这个笨蛋 过去啊 快过去 过去 这可以找到你的王子了 元语皱眉 突然意识到 那个声音有点不对劲 快进去 快进去 进去后 很多事情 都可以解决 我不要进去 你 你到底是谁 那声音没有回答 单影的声音 却恍若成了波动的水面 掀起了一波波的涟漪 接着 一道道金色的藤蔓 就穿破水面 朝元语扑来 元语尽量保持镇定 往后退 却一把撞上了银蓝色梯子 他想起了在克雷弗宅地里的经历 克制自己 往梯子上爬的渴望 双脚却不听使唤的 又带他往高处爬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扰动了这奇异的景象 那声音悠悠叹了口气 唉 金色藤蔓往门后缩 单影的身影终于会动了 只见他拿起一张纸卡 喃喃自语 好吧 有了这个之后 元语应该会很开心吧 元语想知道 单影到底说了什么 但无情的门还是关上了 也掩上了答案 姐姐 你在休息了吗 金色大门 在一瞬间碎裂成光粉 被突然吹进房里的风 卷出了窗外 而元语这也才发现 自己就坐在窗框上 再往后一点 就会坠落至地面 但他没时间想那声音是谁 又为什么总是要引诱自己 往高处爬 只能拍拍裙摆上的程度 勉强笑道 莉莉安 我现在就开门 门压的一声打开时 康崔还在那里直哈腰 莉莉安殿下 您有什么需要 就跟我说一声 不用自己跑一趟 有我康崔在 包管你们安全无虞 康崔谢谢你 你还真是可靠 莉莉安命无表情地 对康崔点点头 就将热心过度的心护卫 挡在门外 锁上门 他看冤语白皙的脸庞 更加惨白 以为是一早的事情让姐姐烦忧 马上报警了冤语 姐姐 刚才那个康崔一看到我 就跟我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父王在想什么啊 让他来当你的护卫 还不如叫乌拉德回来 冤语抚摸妹妹黑得发亮的法司 小百合 当银花骑士是乌拉德的梦想 既然他有任务在身 就不能让他违反歧视职责 直接回到克福特 但我觉得 乌拉德会愿意为你违反任何规定 莉莉安这么说 但冤语却误会了他的意思 我知道乌拉德一直很忠心 但他现在还是要听令于克纳定的话啊 我相信 只要我需要他的智慧时 一定会给我一点建议 莉莉安欲言又止 在心底为乌拉德叹气 冤语却先严肃了起来 小声说 小百合 早上交代你的事情完成了吗 莉莉安点点头 把纸条重新塞回冤语的手里 姐姐 虽然我现在可以在王宫里面自由行动 那个康崔也对我很恭敬 是有点恭敬过了头了 但早上偷偷送纸条给卢娜的时候 要不是我护卫里面叫喃喃的比较机灵 不然我一被抓到就没办法再帮你了耶 只是 卢娜那么老实 她一看到这个 就会了解你在纸条上的指示吗 你放心 卢娜只是老实 但不笨啊 而我和她虽然是主仆 但从小就是她照顾我 我们其实跟兄妹妹两样 现在她有难 我当然要救她出去 不然葳葳和星星又要很久才能看到爸爸了 她正说着 脖子上的翅膀练缀就闪了几下 我没事 不要担心我 莉莉安压抑地看着 元宇念出了闪光里的指示 被派到花园里 找通道 元宇念着就笑了出来 她看莉莉安一脸困惑 才轻声问 小百合 你还记得我当初是怎么找到宝盒的吗 我记得你是钓到花园里的通道里 然后就看到奶奶说的宝盒 莉莉安说着就睁大了眼睛 姐姐 难道你是想要从通道溜出去吗 元宇点头 试着笑得灿烂 重月节是秋天的第二次月圆 那我就要在那之前找到方法 离开这座城 可是 父王部下的重重眼线 听说玄剑谷王子 那个时候也要出发了耶 我已经不是当年 被父王禁足的小女孩 元宇说着 笑容黯淡地下来 我现在也付出了魔法的代价 那我就只能直接迎接命运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渊宇的故事时间线 会如何跟蘑菇金出任务的部分 接在一起呢 敬请期待奔奔接下来吃书 我是说敬请期待下集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填写问卷 请得奖者要在12月4号前 把联络资讯寄给奔奔哦 接下来就是回复问卷里的内容啦 在问卷里面最常被提到的问题就是 怎么隔那么久才更新 奔奔什么时候才周更 还有人说故事太长 更新太慢 会忘记之前的剧情 谢谢大家这么喜欢奔奔小剧场 但因为我真的有这支工作要维持生计 还要拿来贴补小剧场的所有支出 像是买麦克风啊 版权图片和音乐 还有这次的赠品也是我自己知道要爆出的 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改成周更 如果想要支持奔奔创作的话 就可以小而赞助奔奔 或是购买我的赞助方案 如果你忘记前面的剧情 就可以回头收听前面的故事 这就像看连载漫画 小说或是动画一样 有时候连载太久 读者或作者也会忘记前面的剧情 但没有关系 奔奔小剧场的每集档案都在平台上 欢迎随时收听复习故事哦 那也有人说奔奔的创作 陪伴我们每个人在移动的路上 以及家里的宝贝 很喜欢奔奔的故事描述 内容生动 很开心我的故事 可以吸引各个年龄层的听众 我会慢慢收回之前扑的梗 那吃书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担待啦 等未来集结成书 我会再修掉那些错误 也有人非常明确的说 我五岁半 最喜欢听 那段 其实我自己念现在这个台词 都觉得有点羞耻 而且我现在回头听第一集 是也蛮害羞的 但谁没有过去 所以一开始有些语句比较不通顺啊 或是配音上的失误 就让它们成为美好的记忆吧 谢谢大家一路听我说故事 那希望我现在在说还有写故事上面 有那么一点进步 带领更多人进入我创造的世界里 那敲碗的部分主要有两个 一个也是在mixer box 有小妹说的 什么时候才会讲魔法师的故事 好的 有关于魔法师诺特的故事呢 我已经写了开头的四千字 其实现在在听很多流行歌的时候 都会想到诺特的故事 总有一天我会好好的让这个痴情的汉特梅男子 当一回主角 以及有人说希望多讲讲精灵世界的故事 也有人问 为什么蘑菇金草草姑姑和果果那么常出现 那其他的蘑菇金怎么比较少出现呢 精灵世界的确是这个故事的主轴之一 但现在是以人类公主的视角来写的 所以在冤语失去饱和的状况下 我就会花比较少的篇幅去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但请放心 很快那个世界又会再登场了 至于为什么曹操、果果和姑姑比较常出现呢 那是因为他们有各自的剧情耀眼 而其他的蘑菇金比较算配角 所以才比较少让他们出场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 姑姑和果果的取名设定呢 其实他们两位是为了写第一次的七夕奇人节特辑 好热好热的蘑菇森林里面所创造出来的 我相信热爱武侠小叔或者是电视剧的朋友呢 应该可以从姑姑、果果和大雕尖猜出我取名是致敬哪部作品吧 如果你知道答案 欢迎在各Podcast平台留言给我 或是可以直接从Fastbook或Instagram上面传私讯给我哦 好的 其实我每个名字都有各自的意涵 而我也用了最大心力在创造这个世界 非常开心可以说故事给大家听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奔奔小剧场 下回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